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让女儿蒋姨非要嫁个凤凰男 老蒋退休前一直做生意 老本挺能压称 在乡邻小区买了两套房 女儿单独住的那套当嫁妆 反正一碗汤的距离 老了有个照应 又不用挤在一块鸡飞狗跳 蒋姨刚大学毕业 老两口就为她张了好工作 以及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 可女儿性子随爹 个性强脾气酱 特别不喜欢听爹妈捞捞刀地出主意 她从家里拿了不少钱创业 磕磕绊绊失败了两回 才倒鼓出一家 盈亏勉强平衡的公司 哪知刚上到 蒋姨就跟隔壁写字楼的一个小竹馆好上了 不知道那个叫做陈东华的年轻人 有什么魅力 把蒋姨迷得团团转 连背后被人嘲笑 包养小白脸都不在乎 老蒋找人缠了一下 气得脑壳子冒烟 陈东华出身农村 能力不强 要啥没啥 家里只剩一个面朝黄土的干瘦老爹 怎么看都像大累赘 何景同款新交 旁敲侧击女儿 好几回找穷鬼的坏处 小心肝都像九头牛 拉不回来的臭石头 老蒋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气急败坏地说 死丫头 就是仗着独女的身份 以为我们不敢动储君的地位 他想起生意场 有个老伙计添了二胎 但儿子立马蔫了不少 于是决定也给女儿个下马威 何景哭笑不得 老头肯定气坏了 才会想到利用这种骗术 诓骗自家女儿 细细绸缪一番 何景喊蒋仪带人回家吃便饭 陈东华个子挺高 容貌清朗 皮肤透着健康的小麦色 蒋仪搂住何景在耳边小声地说 国外明星专门打飞机 去海边晒成这样 以后让老爸 别喊人家小白脸了 见他半边身子倚过来 老蒋重重地咳了两声 做没做像 你妈有了身孕 别伤着孩子 话音刚落 两双年轻的眼睛 落在了何景身上 何景尴尬地摸鲁摸肚皮 小姨 你快要当姐姐了 蒋仪大大的眼珠子转了转 脸上绽放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妈 你说的是真的 老蒋很满意他的反应 这还有假 早就想给你添个弟弟了 一直没机会 前阵子 老伙计介绍了很厉害的老中医 给你爸针灸调理一番 没想到老邦还能生猪 何景二十出头就生下蒋仪 加之保养得当 这番说辞听起来很有欺骗性 蒋仪拒绝嘴 你们该不会是嫌弃我才生二胎吧 老蒋哼了一声 算是回应 也算是威胁 凭蒋仪的三脚猫功夫 立足江湖还得爹妈扶持 倘若一意孤行 家里是不缺继承人的 蒋仪收起高昂的夏河县 面部埋进阴影 看不见表情变化 合情眼尾 余光扫过去 陈东华恐恐放大 满脸写着震惊 本以为蒋仪会作天作地 毕竟以她暴躁小姐的脾气 在二十几岁莫名其妙天歌弟弟 不怕被人笑话 也要担心往后多个累赘 哪知她心胸比想象中开阔 不仅买回一堆滋补药膳 还拉着陈东华上门帮衬做家务 蒋仪说冬子打小就会照顾人 熬汤做饭水平一流 为了替准丈母娘补身子 她专门整理了一个大文件夹的孕妇食谱 喝着滋补的花椒炖鸡汤 何景呼啸不得 荒谬谎言 反而给了凤凰男上门的机会 陈东华一会儿抢着拖地 一会儿捣鼓着零食 伺候的比老蒋这个当爹的还净心 为了用纸包住火 老蒋亲的眼睛冒绿光 一口一个挑刺 可陈东华脾气推好 IP就守着 蒋仪也不惯着 指定任务就让她一溜烟去干了 这家伙毫无怨言 老蒋轻哼一声 身为男人 是要当一家之主的 怎么半点主意都没有 任人搓圆捏扁 蒋仪反驳 姑奶奶的脾气 也不是当阔太太的命 更加没法伺候好 主见破多的豪门哥 她翻起老黄里 细数以前跟老爸介绍的人吃饭 那群门刀户对的人里 不乏吃炫耀三宝 和勾心斗角丸长大的 不是秀海外留学经历 就是侃侃而谈国际时事 甚至旁敲侧击 将来老蒋能帮扶什么 我是个大大的俗人 只想跟聊得轻松的男友在一起 何景担忧 万一陈东华是看上家里的条件呢 蒋仪双标的回应 老爸在生意场上打滚几十年 跟谁不是交换礼 爱情是同等的道理吗 他就是吃陈东华的盐 喜欢他沉稳温和的脾气 还有在大事小事上的谦让 在经济上吃点亏算啥 何景醋眉 不怕等他把血吸光了 把你甩了 蒋仪一脸故作高深 我被你们养得多紧 哪这么容易被人骗 妈 好好养胎 别想太多 蒋仪像吃了铁冲托 让何景难受得要命 万一他执意要假 肚皮怎么瞒得下去 老蒋跺脚后悔 一切没端出眼妇的模样 房子早早写在了女儿名下 加上他公司上到 胡作非为的翅膀更硬了 不过何景看出 老蒋慢慢心软了 何东华是小主管 工作效率很高 下班第一时间回来烧饭 还给老蒋复原出心心念念的回香饺子 神不是天降子微星 很难面面俱当 换句话说 找个高门女婿 也不会心甘情愿陪老蒋这个臭老子下棋呀 没过多久 蒋仪宣布怀孕 一招按在老两口的死穴 臭丫头拿着孕简单 还想伸过来贴贴 何景赶紧闪开 他肚子上贴的是假货 要是被摸出来 丢不起人呢 偏偏蒋仪室不济 宝宝 以后跟着你小舅舅 吃香喝辣哦 过来人都知道 刘长很上身子 万一逼得太紧 女儿将来不孕不育 真的是肠子毁青了 老两口没退路了 只能以孩子没了为借口 去私家医院 做全身检查糖几天 陈东华表现得比蒋仪上当 说了一大堆傻话 安慰岳母 伺候得比坐月子还细心 蒋仪事实爆料 陈东华妈妈 是年近四十的时候 二胎难撑走的 得知准岳母高龄有孕 她操心得不行 成天担心往事重演 看了不少照顾孕妇的书 以防万一 何景想起陈东华 初次听到她有孕时的情形 略略释怀 不管她是装大一般狼 还是真大一般狼 对她做过的好事 终究实实在在存在过 结婚后 陈东华带着微薄的彩礼 进了蒋家 干活依旧麻利 蒋仪怀象不好 还得操心工作 她就身兼数职 把一分钟掰成几份幼 孩子出生时 当妈的朱元玉润 当爹的族族 瘦了一大圈 为了不让陈东华太辛苦 蒋仪找了月子中心 但她仍然花很多时间 跟着月儿嫂学习 出月后亲自带娃 蒋仪睡眠不好 她就单独带孩子睡客房 要喝奶才敲咪咪抱过来 还问她要不要吃宵夜 孩子半岁时 蒋仪得以全身而退 安心会只想拼杀 何景慢慢被打动了 这年头半事欲贴 脾气又好的年轻人不多了 陈东华却一脸愧疚 我妈走得早 累得小姨没有婆婆照顾 不过我是孩子爸爸 于情于理都该多付出一些 可日子总有不太平的起伏 陈东华的爸爸查出肺癌 要进城治疗 蒋仪二话不说 让家里帮忙找最好的医院 用最好的药物救治 老蒋吹毛求疵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波医药费 少说得几十万 任你们把它吹上天 还不是连亲生老子的命 都要咱们家出手去救 蒋仪发脾气了 按月儿扫一个月 一万五的工资 她在家至少年收入十几万吧 女儿自然是心疼丈夫 觉得夫妻之间 没有必要算得那么清楚 老蒋却是老古董 认定女婿赚不到大钱 将来万一 万一女儿守不住公司 难道还有扛起 艰辛的养家责任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何景只好两头劝 可惜钱烧掉了 亲家公的命 也没有抢救回来 她走的时候挺安心的 说自家儿子 找到个好月家 让儿子记得 一辈子对人家好 蒋仪哭成泪人 陈东华更是 久久跪在太平间 时光仍然 眨眼孩子上了幼儿园 陈东华加入了蒋仪的公司 成为她得力的左膀右臂 身价水涨船高 彻底退去山沟沟飞出来的穷酸巷 老蒋天天操心 让女儿盯紧财物 免得把男人的野心养肥 到时万一养出小三小四来 她还会把白花花的银子一并挣走 蒋仪翻了个白眼 放心 家里房车都在我名下 她只拿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换句话说 陈东华的判贱成本比她高得多 如果她真傻到这种程度 蒋仪不介意换掉家里的男主人 昔日老友碰面 反而不再笑话蒋家 得了个小白脸女婿 反而夸她多了个得力贵婿 她回家对何景嘀咕 想不到丫头不完全是恋爱闹 这样也好 女婿体面 蒋家面上也有光 又不至于担心她翅膀硬了单独肥 过日子嘛 没必要闹个东风压倒西风 齐头并进才是最佳状态 蒋仪怀伤二胎时 陈东华依然关心被制 尽管在公司里被人喊副总 她回家仍然放下身段 亲自给老婆端洗胶水 顺便修理指甲 蒋一勾勾男人下巴 笑眯眯地吻 过了七年之痒 你还对我这么好 看来我的眼光真不错 陈东华把她抱到床上 傻老婆 就冲着你们一家 让我爸走得安心 我也要一辈子好好待你 何景听到女儿 阐述这番表白时 滋滋夸她命号 蒋一哈哈大笑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名好的人 不过是煞费苦心 金银得来的 她笑隐隐地开口 老妈 有件事我一直没揭穿 你当初反对我们在一起时 是假装怀孕吧 隔井大酒 剑蛮不过去只好反问 你怎么看出来的 蒋一撒娇般搂上了脖子 很早之前 我看过老爸的体检报告 是若惊症 当时把我吓了一条 还以为你红杏出墙了呢 何景捏捏她的脸蛋 臭丫头 连你妈都敢调侃 蒋一是个心里门青的女孩 但凡家产掠风的男人 谁不希望生个儿子 当继承人呢 那时她年龄虽小 却一袭季的妈妈 为了拼儿子 喝下不少中药 不仅如此 她还偷听过爸妈 为了胡迪金 关起门吵架 上高中时 老蒋做了全身检查 才发现折腾不动的理由 于是 她端出家和万事兴的牌匾 提出好好合伙 进一下半生 而一直当家庭主妇的何景 考虑到离婚伤害更大 选择了原谅 父母总以为藏起了硝烟 子女就能看不见 江仪冰雪聪明 早在叛逆无声的抗议中 摸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陈东华条件是一穷二白了点 但她能提供给自己需要的情绪价值 就抵过很多东西了 爸妈担心凤凰男女婿 迟早会逃出她的掌心 以至于不愿让她试错 但不管是骡子还是马 要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就像老蒋 看着身家不错 但早年一样在阴阴艳艳艳中流连过 有句话说 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 蒋仪无法确保眼下24校的陈东华 将来会不会星园一马 毕竟太完美的人设 不是画画世界拥有的东西 但即使试错失败 她照样无所畏惧 她拥有活出人生上限的能力 自然也有勇敢结束婚姻的底气 抗中大陆从来不是脱手可得的 唯有自己手握丰厚的筹码 才能在婚姻的豪赌中 拥有更大的一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可供的乳鳥